你又可以看到我 我又可以看到你 可是我又不会记到 好像你出事我不敢行这样子 好像我巴黎巴黎是朋友这样子 另外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记者的工作很可贵 就是他可以实现社会正义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哦 没有那个 不像那个头有说 啊 老师你少来了啦 什么什么 就是真心这样子想的 然后你可以铺陈社会的良性对话 为什么是良性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特别需要良性的对话 不然你看反合 反合你到后来发现 反合这一挂跟不反合那一挂 其实他们中间一句话都没被讲 从来他继续反他继续不反 他继续反他继续不反 他两个永远都没有对话 各位我们发现是这样 很奇妙哦 对 好 另外呢我觉得他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对不对 然后他应该是一个有稳定收入的职业 我很公民记者哦 我很独立的 这工作很好 去哪里找 想搬记者去走 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好像有点 没关系 其实我刚刚讲到说学校 其实我们讲新闻 就是环境新闻 我是跑环境新闻的 其实环境新闻 我刚刚应该忘了讲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 现在新闻系的分线 我认为已经不合时 不合时 就是说 像我们以前 不是以前 现在也是这样 假设报社分线 他会所分 哎 跑环保署的是一个线 好 好 内政部的是一个线 好 经济部又是一个线 好 一介组又是一个线 好 水利组又是一个线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在 报社的环境记者 你基本上不会跑到 假设一个事件的话 你就会 所有人 你没有办法 从头跑到的 好 比如说 核能好了 核能牵涉到哪些线 经济部能源局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还有谁 圆人会 好 还有谁 包署反而比较没有角色 反而比较没有角色 还有台电 他基本上在媒体里面 这三个线是分属于三个记者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你不太容易让一个记者看到一件事情的全部 那看得到全部 跟有同学问我说看得到都看不到 对读者有什么差 其实对读者没有差 可是对一个记者的样子就差很多 好 其实环境新闻 我认为它是包三包含 如果各位以后有事当独立记者 或者是公民记者 其实在里面有比环境更好一些 你看到这个包三包含 还有很软 空 水 布银 还有完美的 还有国土资源 能源政策啊 国土规划这些 还有法规 其实我这两年比较关注的是 更浅端 世界更浅端的事情 就是法规 法规 还有生态 我今天不是有个记者会吗 讲那个 海生管那个金鱼飞扬 还有新科技 新科技 我们如果不要再盖水库 有什么办法 海水淡化 还是怎么样 如果不要合人 还有什么办法 太阳会有风力 风力又有很多问题 所以那个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跑环境最难的就是这个 你说你不要合人 然后说那我们 我们可以做风力八点啊 这两天最热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还有一个新闻就是 有要被盖风机的地方 跑来抗议 所以那个中间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 像我们当环境记者 其实一年 我们已经做14.5年了 每一年每一年 都会觉得 就是说你到底要下一个抗议的时候 其实是很紧张的 就是说你到底讲得更不懂 就是越来越 越来越谦虚吧 我觉得 那我这样讲得不对 这样讲得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反省 其实一个记者真的是 无时无刻都在反省 我今天告诉你 他这样到底对不对 那这样到底对不对 你觉得塑胶袋不好 那用纸好不好 简单到像这种问题 那再生水好不好 再生水来 你还要重新做一些处理 要加进去啊什么之类的 那是不是造成更多的污温 我觉得环境最大的困难是这个 我没有 你没有个绝对 你说太阳门 其实太阳门的后面的那个太阳门板 那不管也更可怕 所以那个选择是什么 常常就是让一个环境地质很困扰 那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反规的定定 还有风险的程序是什么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 这里我们要不要这个 要不要那个 要不要钢铁 要不要什么什么 就环境经文它是包商包含 如果你各位以后有志 而且每一个领域都可以经营成一个领域 像那个廖金慧 他光经营里面一个小小领域 他也没有多久 他就会有小有语气 有一点成就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挑出那个你觉得有兴趣的 可以挑游浪动物啊 可以挑海洋啊 这一些 那其实你现在面临到的环境议题是复合的 没有说你定 你定那个议题是什么 没有 复合就是说你看 我参加过国文实话的举手 哦哦这么说 好好好 这里说其实很多记者 你就看到很多记者 像绿荣啊 吴木琴啊 他们都是从一个案子长大 长大 你说他就去跟你的议题 他就长大了 好像绿荣 他就光跟你的中科士气 他就长大了 为什么 因为那案子里面都会看到很多东西 像国光实话 你就会看到 国土规划啊 程序争议 粮食 还有水资源 产业政策 他每一样都是很专业的 都可以让你做一个 做一个cover story 打字 这样 中科自己也是 你看到都是复合式的 然后美牛也是 像农业政策啊 食品 好像每个都跟程序争议有关 可是美牛 我觉得环境记者 比较没有去处理到的 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外交的问题 他其实跟外交谈判会更大物理 所以这几年来 我自己的检讨就是说 其实你当环境记者 你应该要知道 做我们讲对立面 对面那边的事情 所以这几年的目标 就是要赶快去读一点经济学 为什么 我每天到晚讲 这边不能这样 这边不能这样 这边不能怎样 他讲破了 可是你如果看到工业局的人 你就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就说那不开关要怎么办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要检查 所以要去了解 对立面的人在想什么 那我们一直主张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何能不能干 然后 活力发力场会污染 偏问题我很多 那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那选择是什么 好 那其实在联合报的日子 我刚刚不是讲 我常会选择是吗 所以我们一开始 长官就说那你要跑什么线 那你要跑什么线